哈囉各位youtube跟戰地系列還有新訂閱的大小 我是滴樓 今天我要查佈一個最新的3D2014的一個新的消息 也就是說在推特上面呢 那的這個 這個檔案挖掘者的這位 這位呢他挖掘到了就是說官方的就是說概念圖 就是說 第二季的概念圖 那這邊會出現一個就是說那個巴拉瑪這個擱淺 我之前顧起來要擱淺的一些這個概念圖 那概念圖這邊的話來講的話呢 那他就說他下面他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是部分的 這張地圖是有可能是部分的 這個截圖可能是部分的這個第二張地圖的 部分的遊玩的這個畫面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你看 你有看我早上的那個官方釋出的那個影片 你會發現到說這個影片其實在官方釋出的時候呢 那在講第二季的時候他就有結局這一小段 也就是說第二季的巴拉瑪的這個水壩這邊的話 是非常注重鋪兵作戰的部分 就從這一張簡短的遊玩的這個影片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大概也看得出那個底端 那就是會不會跟戰地3的就是說 就是那個貨幣那樣的這個就不清楚 這個就不清楚 那這邊的話他覺得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那個做得會更好 會更好 那就是說說當然啊 就是說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說戰地2042的後面的那個發展 還有就是說今天早上提到的四大兵種的回歸 那各位要搞清楚四大兵種他雖然是回歸到戰地2042 但是呢他並沒有將斷架給移除 他只是將就是如同我早上講 他只是將志願兵 醫護兵還有就是說突擊兵 偵察兵這個四個把它分類在專家部分的一個區塊裡面 也就是說如同就是說 如果說某個專家他是類似突擊兵的那個特性 他就把之前戰地行李的突擊兵 放歸類在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他不會將戰地式一樣 他的兵種是獨立性的 仔細聽說叫做獨立性的 他並沒有 所以專家的這個特性呢他還是在 他還是在 所以說呢我們不要目前不要奢望 因為官方已經講了 他們不會將專家的模式給他移除掉 所以說你們如果要玩戰地2042的話 那真的是 真的是要好好的認清這段 就是說專家他這個部分呢 他不會把他移除 他目前還是會在 戰地系列 對 還是會在戰地系列 OK 那以上呢是 我這個影片的 大致上的所有內容 那還有更新的更新的情報 或者說資訊呢 那我會持續的為大家這個 錄影上傳還有做發言 那還有其他有一些國外的大佬們呢 他們 比如他們有些J開頭的 國外的J開頭 他們一些J開頭的 一些 他們一些 UPS直播組呢 他們有 對戰地2042的 他也有做一些相關詳細的報導 我有稍微去看過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些東西 就是說他們那些 UPS直播組呢 他們已經有分享到這一些 就是我 剛剛講的這一些東西了 所以說呢 如果有任何的最新的消息 情報資訊來講呢 那當然 還是要以官方的為主 我們現在講的呢 就是說 有一些就是說 只是猜測 或者說不太很確定的 那個明確的一個部分 但是意思就是說 說呢 經典的四大病毒 回歸了 但是不是在這一季 是在下一季 那還有就是說呢 因為呢 明年的代史業財務報導裡面 並沒有提到2042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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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說呢 2042有可能會 馬上的被 官方給遺棄也不一定 我是說有可能 非常的有可能 所以說大家呢 最好就是說 不要太過於熱觀 不要太過於熱觀 我會感謝大家的收藝公關 我是ZERO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